大家好,又在今期流行的時間,我是大鴻輝 今集跟大家說說香港小姐的競選 港姐一年一度每年都有這樣的選舉 其實沒什麼特別,近年香港小姐的選舉 其實都不算是很觸目 不過近期因為參選的時候 這些面試就發生了很多風波 即是早前有些入圍者暗示 因為參選了之後就說 因為看到選美合約,苛刻而退選 然後六個佳麗就拒絕簽約不玩 然後整班女兒就一起去hi-tea 成為了一時佳話 也有很多討論,也有議論紛紛 其實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其實大家都在次輪再選的時候 也沒有再有任何新聞 誰知道昨天又有關於港姐選舉的新聞 都可以說是非常之多風波 說到2024年香港小姐的競選 之前先有廈門、雲南和馬交等等的佳麗 因為不肯簽約而集體退選 因而罵出TVB的合約 就好像很苛刻的傳聞 不過TVB日前已經發了聲明 否認 TVB立即發聲明 強調合約是公平公正的 條款也很透明 也有人暗示 有人藉著入籍參選 增加流量 令大家認識他們見報 其實先說這件事 我已經覺得那幫港姐參加者 真的有些玩笑 老實說,每一個競選 或者比賽 人家總有自己的規則 你參選的時候 看到合約不對 然後你就見報 然後就退選 令大家認識了你 那是否有心 我覺得是有心的 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機構不用搞了 現在有人認識了你 出了名 然後你就退選 那些機構怎麼再玩下去呢 還有別人有他的遊戲規則 他要你簽約 保障自己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合理 雖然大家經常覺得TVB的條款 很苛刻 合約 又欣 又等等 但始終都是你自己看了 叫做明買明賣 你知道這樣 就沒得很怨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幫佳麗 反而就玩夜居多 那當次輪入籍之後 TVB就被觀眾參與一個 叫做投票 叫做瑞士入籍者 選出深水的佳麗 進入終極入圍名單 日前TVB官方的網頁 就撤開公眾投票的活動 在昨天中午十二點鐘就截止 內地投票還設有獨立的QR Code 即是不止香港 即是你在內地都可以投票 即是主角這件事發生在江門的準佳麗 陳元軟身上 其實他只入圍25強 已經令到江門的鄉親感到興奮 期待他江中耀祖成為江門出名 有這個鄉親在江門迎賓大道的大廈外場 掛了一幅巨型陳元軟拉票廣告 相中正是他面試當日以黃色年新群示人的裝扮 海報旁邊也有TVB.com和2024香港小姐競選的標誌 重點就是廣告上那句標語寫著 范慧故遵訪海鮮竹城的顧客 成功投票便免費送海鮮一份 本活動7月5日至10日 解釋權終歸於這個 尊訪海鮮竹城所有 不少網民看完都質疑陳元軟是否賄損 這件事就是小紅書 即是內地社交平台有人上載這張照片 有網民聲稱在廣告上 這個廣告就在江門市出現 而陳元軟又剛好來自江門 更加巧合是TVB正在選舉進行 網民投選入圍皆麗的網絡活動 到底是幫陳元軟拉票 還是TVB和內地食市合作 叫食客參與投票 整件事就相當疑點重重 那傳相的網民更加質疑 港者這樣選是否公平呢 但是事後出了這張照片 沒多久就已經刪走了貼文 這個疑似賄損事件的陳元軟 今年24歲 身高1.65米 報稱的職業是可持續發展的顧問 他自稱自己是美國大學畢業 他說香港小姐可以做到持續發展 可以從ESG三方面入手 如果減少相應的碳排放 關心和了解工作人員的想法和要求 加強這個節目的內部溝通 之後他首執這個紅色大聲公 俗稱我覺得自己好像這個大聲公 參加港者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但是我都很堅持自己這樣做自己 面對各種挑戰 向大家很勇敢地傳達自己的想法 這個挑戰很快就出現了 這個是不是一個賄選風波呢 網民是怎樣看呢 網民就說 如果這樣不怕被香港的ICAC查嗎 有人不明所以就查什麼 打廣告選港者都要被查 其實網上有很多人議論紛紛 有人又說 我之前在微博都看到有人評論 說他爸爸以前是銀行的行長 或者令我想起 是不是我爸爸是陳局長 這些說法 但是始終我覺得作為拉票 我覺得沒有所謂 你投票之後會送的 很難不讓人想到一種 不要說到賄選那麼嚴重 簡單來說 基本上就是引人去投你票 你沒有理由送東西 你沒有理由派錢給人去投票 你可以拉票 你可以宣傳 但是沒有理由 或者幫我的朋友投票 然後送碗粥給你 這個的確是有些問題 是不太恰當的 所以難免讓大家想到 是不是會賄選這些說法 那麼TVB這個港姐的選舉 我就覺得非常有趣 近年其實老實說 觸目程度已經是極低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每一年TVB選港姐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在每一年最觸目的 就是他們那些海選 那些佳麗去參加比賽 用素人去見大家的時候 好像現在這樣是最受觸目 但是往往去到選的時候 就是真的去到比賽的時候 誰拿冠軍 誰入選 誰是冠阿貴 往往大家就不記得了 只是記得他 素人的時候那個moment 我問回大家 去年的港姐冠軍是誰 可能大家都不記得了 但是每一年 到港姐去面試的時候 就永遠成為焦點 那麼我相信今年 除了面試之外 來自江門的代表 陳圓圓 名字有異記 來自江門 相信就應該會成為今年 2024年 港姐參選裡面的焦點所在 看看到時陳圓圓 在街坊拉票之下 有送海鮮 可不可以光宗耀祖 真是可以幫光門 爭光拿回冠軍回來 拭目以待 不知道大家 對於陳圓圓 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說一下大家的看法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